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,黄马将在各场挑战阿拉维斯,面对近六场比赛都输给自己的对手,迎合战战唯一的目标就是取胜。 在门将位置上,不出一万位黄马把守大门,将是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。 自从库尔图瓦首次为黄马出战以来,原本的主力门神纳瓦斯,只能在欧冠中登场。 来自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最新消息,纳瓦斯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离开银河战舰。 纳瓦斯十四年夏天加盟黄马,是黄马连续三次获得欧冠军的绝对功臣,并且从传奇门神卡西利亚斯手上接获了一号球衣。 效率黄马期间多次被提名为年度最佳门将,这样的顶级门神肯定不会缺少追求者。 但据西班牙媒体报道,相比继续在豪门征战,纳瓦斯愿意回到自己的成名的莱伴特效力。 作为一名来自冰足球不发达国家的门将,能够获得了纳瓦斯这样的荣誉十分困难。 当初纳瓦斯登陆西班牙的第一战,是西班牙二级连赛球队阿尔巴赛特。 但阿尔巴赛特随后降入了西伊B级连赛,纳瓦斯随后以租借形式来到了莱伴特。 并且凭借慎勇的发挥获得了莱伴特的肯定,从此纳瓦斯逐渐在西甲展露头角。 就可以说,莱伴特之乐部,对于纳瓦斯要之与之恩,值得一提的是,自从纳瓦斯走后,莱伴特更换了十名门将,足见那跌的实力。 当初,纳瓦斯离开莱伴特时曾承诺,自己有一天会回到莱伴特,而未来或许是纳瓦斯对现成怒的时候了。 对于一名以过而立的球员,回到自己的成名的落叶归根,或许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 对于纳瓦斯离开莱伴特的肯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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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莱伴特的肯定。 对于纳瓦斯离开莱伴特的肯定。 在莱伴特这种肯定活成的肯定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